你看看你吃的 麻辣火锅 这是孕妇能吃的东西吗 你要是想吃 你回来告诉妈妈 给你做呀 刺激入口的东西 都这么胡来 我告诉你啊 这个习惯你必须得改 以后你的餐食我安排啊 每天带饭去公司 妈 我 其他的事都可以商量 但是孩子的事情 妈不能让你胡来 妈 你那个孕妇餐 我实在吃不下 您也体谅体谅我 而且我已经问过医生了 还有看了很多育儿书 其实主要是不能吃生的 什么医生 什么书啊 当妈的 还能害你一不成啊 妈 您别生气 我不是那个意思 医生都是外人 那外人能当像亲妈的那样 偷行偷废得对你好 帮你的忙吗 对啊 妈 您说得对 我 我也是咨询了一些 他们专业相关的问题嘛 我告诉你啊 什么头疼脑人生孩子 这些都不是事 妈 话也不能这么说嘛 我经常在电视里面 看见那些年轻人 指责老人 说我们老人这不好 那不好 你说我们老年人帮你们忙 还帮出毛病来了 那我们有这个时间 我们去干点别的 去跳舞好不好 妈 行了 走了 来 跳舞去来 哦 糟了 我去里面吧 你也在这边 呢 我去可以啊 我去说和大明星的 头发来了 这衣服有点皱 我给它抖一抖 你是怪妈把这衣服 给你洗坏了是吗 妈 这个是真丝的衣服 它不能用洗衣机洗 行 算我没文化 好吧 以后我洗衣服的时候 一定仔仔细细地问清楚 不是 我 我走了 优优独播 Cowboy 优优独播剧场 SUN 鼓掌 呖 呖 感谢观看